中央民國113年2月5號星期一 好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非常非常的特別 為什麼咧 因為我最近因為風靡 風靡一個戲 大家都非常非常熱愛的對不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齣戲 很多人都非常想去這個地方 殊不知 今天拿到的 修騰騰的旅途呢 既然就是講這個地方 本集我們旅途的總監借文 他就要來講上海 嗨嗨零星 嗨嗨零星 你剛來的時候是不是很冷 突然間驟降 因為今天早上還出太陽 突然間驟降 可是你知道嗎 你今天這個打扮對不對 據說我們的大總編呢 今天還沒有看到這齣戲就是繁花 可是他骨子裡呢 其實在很多年前我就覺得他比我們現在看到的人都更早接近繁花那個世界 其實因為我非常喜歡這個小說 而且我也非常喜歡王家衛 所以我有點擔心這件事情 後來結果電視劇播出之後非常紅 每一個人都叫我去看 我想說好好好 我就存到過年的時候 我跟你講大家都可以不看 但是借文一定要看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人是超級的張愛玲粉 對不對 是狂粉喔 然後他又是在澳門 香港對不對 王家衛他就講過說他為什麼要拍繁花這齣戲 他說因為他好像是小時候都是在上海長大 後來才到香港去 他說金語成邪的那些人就是他的哥哥姐姐們 堂哥堂姐們 表哥表姐們的故事 所以他覺得一定要 所以我看到借文我就覺得你的那個血液其實是 你知道華人很多大海交錯的 因為很少人像你這麼小會去看張愛玲啊 你很小就看張愛玲啊 而且是張愛玲在華人圈已經沒有很紅的時候你看他的 所以你是你知道嗎有緣千里來相會 好這就是列為我今年過年的目標 而且更那個是因為很多人看不懂王家衛電影 真的喔 我已經覺得他夠通俗了 他這次拍了一個更通俗的 據說是無比的商業 那太好了 其實我以前看不太懂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真是不商業的一個人 只是覺得他美術指導很強很強 他是真的這是繁華實在是 他就是不能容忍醜的人 對不起我不是要講那個外表 而是在他的攝影風格啊 他的美術指導啊 你就會覺得沒有醜的東西 這也就是有偏執狂的人 然後我發覺我們今天的借文變得非常的柔美 是嗎 牙套拿掉了 還沒有還沒有 快要快要快要 很強耶 好我們現在講一下這個主題 我們剛才聽的歌曲還沒有特別介紹 剛才聽的歌是美麗本人還有李千娜唱的 你是我的唄 好 我剛才看到李千娜本人真的很漂亮 我只能這麼說明星真的是明星 對啊 絕對不一樣 真的是明星就是明星 怎麼看他就是不一樣 對我那天在我們公司附近啊 然後那個公園人滿為患 然後呢就是在所有的人群當中呢 就有一個人鶴立雞群 然後就仔細看了一下原來是修傑凱的六狗 所以喔真的耶 六狗都不一樣嗎 明明這麼多人就會多看這個人兩眼 就是不一樣 我有時候六狗也會被人家看 可是我都會想說我是扣子扣上下扣錯 還是拉鍊沒拉 但我確定我被看一定是有問題的 不是那種 就可能叫我說這樣子你也敢出門六狗 好我們借文先來講就是說 上海的嗨嗨靈星主要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對其實呢 因為我們剛好在下一個月就是我們創刊十二年 然後就突然回想了一下 我們十二年前做的第一期雜誌的封面故事就是上海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們是不是在十二年後再做一次上海 一來就是看看上海有什麼樣的變化 哇一個生肖欸 真的欸 一個生肖欸 一輪啦 又到了龍年了 原來我是來龍年的時候第一次到上海 所以今年是你到旅讀的十二年 所以我就想說透過這一輪也來看看自己的成長 也來看看上海的成長 也來看看我們自己雜誌的成長 你們成長很多 真的太強了 為什麼因為有一個雜誌會讓人家一直要收集 就是把它會當成是一個指南 對其實我們前一集很多雜誌都已經絕版了 只有我個人有完整的一套一百四十四本 到今天為止 你這個真的以後會變成是史冊 很多新同事跟我要我都不給欸 而且有時候他會說那你就去看電子版對不對 我說不行 對 旅讀一定要值本 是我也覺得 一定要 那個一定要你隨身帶著才可以 所以大家如果對上海 我們先不要講內容 先趕快 因為過年可能有人要去上海玩 上海嗨嗨靈心 而且你現在是十二年後了 我跟你講我完全不認得 不要說我不認得啦 根本就是以前對上海的印象跟你講的對不對 完全不一樣欸 不要說大家如果相隔十年再去 上海已經完全不一樣 連我 我是疫情前最後一個出差就是去上海 然後疫情後的第三個出差去上海 就是相隔這樣三年的疫情時間 我已經覺得上海人變得很不一樣 不能說上海的市景變得很不一樣 但上海人永遠是那樣的上海人 真正的上海人還多不多 你覺得 應該是說上海是一個很容易吸收外地人 把每一個外地人都變成上海人的一個城市 所以呢其實你只要在上海大概住個五年七年 大家就會覺得說你已經是一個倒倒地地 徹頭徹尾的上海人 你都沒有住過那麼久 我都覺得你非常像海派的人 超級超級 好我們因為上海很大 那我們也沒有我們都是蜻蜓點水 你看像很多人都說像你三年後去 他們有一個第一的印象說變得很乾淨 對 是怎麼回事 而且我覺得不只是很乾淨 對我覺得是上海人的本身的素質就變得乾淨 無感方面不管是你的視覺上 街道真的變得很乾淨 聽覺上也是就再也不會有人按喇叭了 好像是說電動車不容易讓人家按喇叭是嗎 畢竟比亞迪已經變世界第一了 好像開起來不需要按喇叭 因為你要按的時候前車已經感應到你要按了 所以他就不按喇叭 對我們這次我們攝影師最大的體悟就是上海人不按喇叭 就是他去北京還覺得很吵 走在路上隨時都會有被人家按喇叭的危險 但上海不會 還有好像怕被封城所以他們現在變得特別乾淨 好我們今天要請來我們的借文 他是旅讀的一號 零零幾 編號 12年沒有離開過這個 還好你沒有離開 帶來讓文學注入到旅讀裡面 而且這麼年輕讓我們知道說 還好有人真的有念文言文念得那麼好 然後可以翻譯成我們現代的語言讓我們知道 那就借文他今天要講他看到的不一樣在哪裡 我覺得多了好多書卷位 因為你這次介紹了好多書局跟圖書館 美術館 那個都是像世界級的 到底他們什麼時候偷偷蓋的 還是我們不曉得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對於台灣人來說蠻汗嚴的 就是我這一次疫情結束之後 出國幾次都覺得說我們的桃園機場 怎麼不趕快趁疫情的時候沒人來趕快大翻修呢 就是沒有人來的時候 那我覺得上海真的是 哇是不是就趁沒有人去的那三年 就趕快大翻修 然後結果一去之後發現 怎麼會多這麼多地方 多了好多很好玩的地方 然後那個商場啊 然後博物館美術館全部都請來了 那種世界級的大師 建築大師來設計 而且是在疫情期間他們一邊封城 一邊建設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軌道 他一邊這邊關起來 他一邊在大師公 那到底是誰在做工 是為了師公在封城嗎 真真的師公傳奇 所以這次其實我在出發之前 其實我上網查了很多資料 然後就是查現在上海人喜歡去哪裡玩 去想那裡逛 然後光是看到那些網路上拍的照片 哇很驚人欸 比如說我們這次就特別介紹了一個 叫天安千樹的一個shopping mall 他其實你光是看他照片 所以你真的覺得哇 那是公崎駿動畫裡面出現 那種天空之城的樣子 但其實他其實是一個上海的老廠房 那他什麼時候蓋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你這次的每個都像魔幻場景 好像你特別會去拍一個東西 突然間蓋出來的一個東西 然後不能住只有一個平面 那種感覺 然後你會覺得這好像是什麼那個 樂園 怎麼突然間蓋出來 可是他真的是實實在在的建築體 你真的是可以進去逛的 然後你真的會有白天黑夜之分 你真的24小時去 然後他的那個襯著背後的那個景色 太陽然後夕陽然後月光星光等等 他會出現各式各樣千變幻化的景象 那他說這個是大師操刀 叫你寫的馬斯海澤維克 那這個是天安千樹是有特別的意思嗎 我知道他每個頂都有那個綠化紙在 對綠化紙在他的每一個陽台 都會有一棵非常巨大的樹 那到底有多少陽台上百個 那他下面是做什麼 Shopping Month 全部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們這次主題 雖然說是以購物為主 因為大家知道上海就是一個非常好逛 好買好吃的地方 那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一個不愛逛街 不愛Shopping的人 也沒關係 你就可以把他的Shopping Month 單純當作是一個景點 旅遊景點去看它 我覺得很好走路 第一它很漂亮很乾淨 然後第二它這麼多 你可以室內走室外走 超級好運動的 對它其實真的就是一個網美打卡地 即使你真的不花半毛錢 你去那邊走走逛逛也覺得心情非常開朗 那你大概去大概幾個月了回來 回來我是11月去的 11月那很近對不對 也離聖誕節很近 離聖誕節很近 就是整個上海都瀰漫著聖誕氣氛 無論你走到餐廳 然後飯店 衝到聖誕樹 它是最靠近香港 所以說它最第一個感受到洋人的這種時期 那一定要問一個 大家都說他們的經濟不好 而且上海又是經濟櫥窗 對不對 你自己去看呢 蓋這麼多的mall 蓋這麼多的新的硬體 有人嗎 確實 坦白說這一次呢 跟疫情前相比的上海真的是人潮少了很多 為什麼 尤其是逛街的人潮少了很多 我確實可以感受到他們經濟可能不太好 其實我在報導裡面也有寫到 上海人一直是上海人的原因 就是雖然說它對經濟非常敏感 對於什麼貨幣要升值貶值 房價升值貶值非常敏感 但是不管怎麼樣 它就是有一顆物質的心 愛好物質 這所謂的愛好物質其實並不是貶義 就是它非常的沉醉於生活中的各式各樣的小細節 然後把自己的日子過得非常美好 所以其實在現在上海 雖然說shopping mall逛街的人潮沒有太多 但是其實只要是生活必須的 比如說吃飯喝杯咖啡吃個蛋糕 這種小店 對小店人還是非常非常多 那確實如果你要從哪邊看出它經濟狀況不好 可能就精品奢侈品確實逛的人沒有一千多 可是它的幾個有名的館子還是要定位 還是要定位 也就是說拜各種小小的影片之次 因為我已經不知道它到底是TikTok還是抖音還是小紅書了 每次看他們介紹上海又新開哪些館子 對不對 我都覺得怎麼那麼好吃 對所以我覺得上海人 我是沒有知道 但是它就會讓你覺得怎麼會有這麼多不停的不停的有新的東西 讓你覺得看不完 我覺得一直有東西出來的 但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上海人敢消費嘛 一定是有人消費才會有這些新的東西出來 新的餐廳新的咖啡等等 那為什麼他們敢消費呢 就是我覺得儘管他們對於經濟這件事情非常敏感 但是即便我一直覺得上海人就是天塌下來 他也要把自己的日子過得整整齊齊 就是即使我在家裡過得多麼的結局 我在家裡的衣服都已經睡衣已經破洞了還沒換 但是至少我也踏出家門 我就要光鮮亮麗要吃好穿好 難怪金語成筆下的那些以前他小的時候對不對 他講的上海的那種紙醉金迷 他會很迷戀在那些應酬場所 在我們會認為說那些應酬場所對不對 但是他卻覺得那個是非常迷人的一種場合 那個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我其實雖然小說讀完了 我並不覺得自己真的讀通了的原因 就是上海人他們彼此應酬在那邊悲光交錯 然後他們所謂用上海話的交談 那真的是很外地人可能沒有辦法完全領略 對 那好你看這次報導了那麼多這個時尚中心 購物中心還有美術館書局這些都是 哇那種手筆都我覺得都是一擊起跳的 人民幣的益喔 所以他們已經沒有那種 除非你講那種小確信的小文青咖啡那種 在那種小巷弄啊 可是基本上要做的話我覺得他們的那個手筆 好像國家級的在總動員 還有人投資嗎 待會回來 好我們真的看到這個魔幻的地方對不對 我們剛剛就在問借文說其實以前有一些像 我們覺得當年啦台商先驅者先去開了很多台味的東西 包括咖啡啊包括茶啊包括餐飲啤酒啊這些是否依然存在呢 我以前去上海的時候呢其實我並沒有那種強烈的上海的感覺 因為實在太多台商了我去裡面滿街都是珍珠奶茶 而且都是我們叫得出名字的珍珠奶茶 顏酥雞啊對不對都是 對然後呢我這次去我真的才發現 真的完全一個台資企業都不見了 就台味不見了 對然後所有的珍珠奶茶當然還是很多 但全部都是中國大陸品牌 他們自己做 對 所以其實上海可能是一個大海綿 什麼他都可以來來來來來 可是他擠的時候你很容易被擠掉 所以就被擠走了 你看很多人都會覺得說上海很好玩對不對 可是我當年去喔 那麼多年前喔 我都覺得上海消費過不久就會追上我們 對我就覺得說這個不可能 就是你現在吃的到東西 你也有可能幾年後你就會不見了 所以他其實有把很多令人懷念的老上海也洗掉了 他們自己的 對對其實說的很有道理 因為其實上海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快速汰換的一個城市 不管是吃的東西也好 然後人口的那個分配也好 然後他們的居住環境也好 所以其實我每次去覺得上海永遠不變 唯一一個永遠不變的東西就是因為他們一直在變 就這個特點永遠不會改變 那我覺得你這次做了好多都是香港商進去蓋的 而且是香港的大地產商 就感覺他把香港放大十倍回到上海了 其實我覺得這次回娘家了 他們 因為其實香港能夠在發展的區塊地皮已經不夠多了 能夠做到像能夠達到他們理想中狀態的那種大的集團式的餐廳 集團式的shopping mall 那真的只能來到上海或廣州或深圳 尤其是上海是一個有非常非常強大經濟底盤的一個地方 你在那邊無論蓋什麼他其實都可以撐個好幾年 對阿你看像太古對不對 還有這個痕跡對不對 還有家裡 你會發覺他們把香港 因為以前香港就是上海人過去嘛 才把香港建設起來嘛 他們現在怎麼又回來了 把以前的那種香港的放大一百倍到又回到上海來了 怎麼又有一個新業太古會 可能看一看怎麼覺得又回到香港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在可能是多年前來到香港之後 然後就是建立了一個經濟模式商業模式 然後把整套又搬回去上海重複製 又回去了欸 複製而且更強大了 所以香港就快變沃伊拉丸了吧 香港過不久是會變成一個度假的 就變成懷舊了 反而就沒有那種前衛的感覺了 好像慢慢的回到有這種味道對不對 那你這是去最強烈的給你的感想 除了很多某啊美術館啊 這種偷偷建設起來的三年的巨變 當然就是有這麼多美術館的前提是 你必須要有這麼多人進去逛嘛 然後當然美術館也是 必須要這麼多人真的是買票 你的展覽才會不斷的換新更新 那所以呢其實我這次體悟到最深刻的時候 為什麼有這麼多美術館博物館 那當然也是因為有大量的上海人 或者大量的觀光客 願意投入在藝文這一塊 所以他們有很多很多的 不只是新蓋出來的美術館博物館 還有很多是他利用老舊廠房 然後重新翻證有點像是我們那個華山 博二或者這種類似的小型中小型的博物館也非常多 甚至多到他的展覽已經找不到美術館博物館可以去參展了 只好怎麼展呢 就直接在大的咖啡廳裡面展覽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藝術家 然後所有你真是隨便走三步五步來到一間咖啡裡面 都會有一個攝影展有一個什麼油畫展等等 所以他有點像是紐約了 就是這個部分對不對 所以你當然會想說哪來這麼多藝術家 那但是我覺得上海真的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年輕一輩 他們甚至可能還沒有成為所謂的藝術家 可能還是美術大學的學生 但是他們就有很多的才華跟創意想要發展 然後上海有很多的場館都願意提供他們機會 我覺得你這次做了最好的指南 就是這麼多世界級的名牌 他的地址 其實我們這一次一個很重要的slogan 就是台灣買不到上海可能就會買得到喔 所以你知道像上海自己應該是說 大陸這幾年比較沒有精品消費 你就會看到法國精品股價一泄千里 他們之所以在之前能夠股價這麼高 都是因為大陸的消費嘛 你就只要看到大陸一不買 那個地方的就開始往下掉了 所以你這個精品台灣有錢人很多喔 這是年假就可以好好看你這一本 這種一線的精品 因為其實我有蠻多朋友在中國大陸做精品 在台灣做精品的朋友也很多 然後確實疫情這幾年真是蠻慘的 那這一次我去的感想就是他們一線精品 雖然說逛的人變少很多 但反而就是那種二線的設計師品牌 你去上海其實可以挖到很多寶 你知道他們還講說像最近有幾個字母開頭的國外快時尚對不對 會有一點危機感非常強 他說因為大陸的時裝 他說你從電動車就看得到他們的時裝產業對不對 太恐怖 太恐怖 他說會將歐美的這些快時尚會打敗他們 因為快時尚真的沒人比得過 如果是中國大陸要做的話 有心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誰比他們快 人又多時間又多 還有生產線的問題 生產線是最快的就是在大陸 如果他們真的要做 就不會有人比他更便宜了 所以他們現在有一批人不是本來在歐美的嗎 他們就回來做了快時尚品牌 他們最近就有很多裁員 大裁員就是因為大陸的快時尚 所以其實我們要很擔心說 凡是有一些行業對不對 只要中國大陸想要做 而且他們可以做一心要做的話 我們就趕快改行 千萬不要 我們今天是旅讀元老 元老級的 我下次要做一個就是說 借文你要列出三個 三個好像太難了 就是說你回顧率會最想去的城市 對不對 你十二年來對不對 回顧率會最強的三個地方 上海絕對會是其中一個 其實為什麼這一次我們真的做上海不是為了繁華 只是剛剛好時間點對上 對 你就對到了 而且他們最想去的回到90年代的繁華 的上海 對對對 那其實十二週年對我們來說也是做完之後 才想到這件事情 為什麼想做上海 其實只是當初上面老闆給我一個題目 因為解封嘛 對解封 那你就去一下中國大陸 然後我一想到中國大陸 我真的是第一個想到可以不斷一去再去的地方就是上海 對 我不是說對我來說 對我本人來說 對你本人 因為你這麼的海派 最海派就借文了 那吃的有什麼 上海的老餐館老菜還吃的到嗎 當然還吃到 尤其是這次繁華好像火紅了一個上海小吃叫排骨年糕 有看到嗎 因為我還沒看那個劇 有 他就講了 他說小時候 不是現在啦 就是說能夠吃一個排骨年糕對不對 對他們來講就是可以回味一個月的事情 我從來不知道排骨跟年糕會放在一起 我們是雪菜年糕 怎麼會是排骨年糕 那怎麼做的 這也是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時候感到最驚奇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去上海 大家每個上海人都說 這是他們童年回憶一定要吃排骨年糕 我說這兩個東西怎麼會放在一起 是合在一起還是分開 是分開但擺在同一盤上 它就是沒有 他們兩個並不是把它炒的繳獲在一起的那種 不是會 就是年糕是做好年糕一份 然後排骨就爐好了炸好了一份 然後兩個放在同一個盤子上 那他年糕怎麼做 是澀江年糕嗎 米的年糕還是米的 米年糕 米年糕 白白的 對白白的 然後配排骨 對配一塊排骨 急不小化 其實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好像是泰國的糯米跟芒果怎麼會放在一起 兩個根本不搭尬的東西 他是把它當菜還是一道定食 就一個定食 就是定食 因為他的年糕就是他的主食 就是 掛包 吃一個白飯配排骨 對 好不好吃 其實蠻好吃的 就是你意外 就是這兩個東西明明不應該放在一起 但是結果你吃了第一次之後 你久而久之突然會回想起來 有點想吃這個東西 這道菜紅了嘛 他們還紅了很多餐廳 可是就是說那個餐廳可能是現在因為繁華 又把這些菜又拿出來 就是劇中 他們設計了一套繁華主菜 就是你要去哪裡打卡 去哪裡吃什麼喝什麼 可是有些菜一定是還可以傳承下來的 他說像有些 我不知道 他說很多你問老人家對不對 要吃什麼吃什麼 他們都會覺得很茫然到吃什麼 可是如果你問老人家老人家都會說會去吃 像我們去吃海霸王之類的 就是他們會講順風 你有去吃過 沒有沒有耶 對他就說就是傳統的 我是有九道菜 我不知道你會敢吃嗎 他叫做嗆腰花 腰花是 我們不是覺得腰花會有尿燒味 就有腥味 麻油我們一定炒麻油對不對 他們不是耶 可是嗆是怎麼 嗆是酒耶 就有點像醉雞之類的吧 我不知道 因為我想問你有沒有吃 因為我以為嗆 因為我有想到嗆腰難道是生的嗎 嗆腰花難道是生的嗎 不能再想了 酒後不開車開這麼久 因為我怕有人正在吃嗆腰花 一定有酒啦 那你介紹這個吃的怎麼都 為什麼你拍的每個人都這麼漂亮 怎麼辦 那我們怎麼進去 但是有挑選過 我跟王嘉偉一樣 不可以忍受 其實你挑的每個都像明星一樣的人耶 那我們就是到處找朋友 說你們有認識漂亮的上鏡的 小姐也可以當我們的model 這個是漂亮 真的像明星一樣的氣質 這還有點像是那個 我們非常喜歡那個叫什麼 去有風的地方那個女主角 去遠方哪一個 去有風的地方 就是花木蘭的啊 劉依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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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女主角超像七十三夜 就呆呆的 劉依菲 等於是紙本媒體非常興盛的地方 出版業非常興盛的地方 所以他那時候有中國的 算是最早的一個華文報紙叫聲報 那其實我們這間咖啡呢 就開在他們當時的辦公室裡面 哇好棒喔還好沒被拆掉 還好沒有寫拆字對不對 都還在 所以其實我覺得上海 當然他確實可能拆掉的很多很多 但其實現在保留下來的 他其實保存的都蠻好的 比如說我們去四行倉庫 旁邊的一個小倉庫 他現在就改變成一個攝影的展覽館 專門做攝影作品 那四行倉庫還在不在 還在 橋菜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原本的那個橋 然後你看你吃的這麼好吃的 你剛才拍的網美的這個聲報的這個原來的報館對不對 他是下午茶 現在變成咖啡 怎麼冰淇淋被你拍的也像 好像灑了那個特別的料理一樣 那還有這些粵菜呀 對其實我們這一次採訪了那個 上海潛灘香格里拉飯店的一個新的中菜品牌 因為如果大家有吃過台灣香格里拉的話 就知道香格里拉其實他們第一間的中菜都是叫香公 第二間都會叫夏公 這樣子喔 對這是他們的固定的模式 然後呢 這是他們在上海的第三間 我就想說第三間到底要叫什麼 春公喔 結果因為他們開在上海 所以他們就專門做蘇州菜 上海菜 然後請了一個粵菜師傅 然後那個粵菜師傅長得很帥 然後跟我們說他其實原本是做粵菜的 那只是剛好來到上海他很想要挑戰做蘇州菜 所以他就半途出家 你這是什麼東西這個醬鴨嗎還是 沒有沒有這是一個乳歌 但是裡面是包的是油飯 那湯呢看起來實在太好喝了 對他其實他這是一個甜湯 但因為這是一個陳皮紅豆沙 是因為那個主廚本來就是學粵菜的嘛 就希望說即使我自己轉做這個本邦上海菜 也希望在最後有一個甜品是有種廣東風味的 我知道你為什麼編號是004還005了 完全這個工作實在是 我覺得上海不是一般人可以插旗的 所以當然有觀光客是最快樂的 因為他們的狠人太多了 就是你有沒有發覺 就是說你如果不是真的很強的話 你馬上就一直被洗牌一直被洗牌 是 對不對就是你可能覺得你紅個好幾年 可能三五年後三五年後就不見了 對啊所以我覺得這個有點恐怖 就是還是讓他們去建設好 對其實我覺得上海最大的給我一個震撼 就是他們無論在哪一個領域都像在戰場一樣 嚇死了 其實張愛玲就寫過一個電影劇本 叫情場如戰場 談戀愛也像戰場 然後做生意也像戰場 你可能交朋友在學校裡面 考試讀書也像在戰場上 那就要問你一個問題了 因為你算是蠻敏感的一個人 那你會不會覺得他們都在演戲 我不是說他們演戲都在演 而是說上海人好像比較沒有那麼熱情 比較真 就是他們好像很能夠就有一點你剛才講的像商場一樣 就是太深意了 對 這麼說來我反而就能夠體會到為什麼繁花這麼紅的原因 就是他們裡面那個主角蠻真情自信的 就是他們的交往 他們幾個的感情 他們的從小到大生活在旁邊的鄰居 然後旁邊的人都很可怕 對不對 就是豺狼虎報 很多人都是利益相關的 所以就只有這四個人是好朋友生死交關 所以他們會份外珍惜 但是為什麼其他的人給人家感覺都是要吃掉你呢 可能就是在上海生活真的是很困難 真的都要吃 所以我絕對不會選上海 我還是要去有風的地方 我覺得還是躲到大理比較快樂一點 當然就是如果你做一個觀光客 你覺得很快樂 就是上海真的什麼都有適合 對交通方便 他們的地鐵你又弄了 你又說中間又多蓋了很多條地鐵 多蓋了很多條 然後即使是蓋了新的 他們舊的地鐵已經非常老舊 那種二三十年前已經落成的地鐵 他們又全部翻新 所以現在已經又出現了好幾個網美車站 那個網美車站其實都是舊的地鐵 然後全部重新打造 好強喔 就說鐵軌還在 對鐵軌還在 然後但是那個月台完全不一樣 那我覺得以後我們台灣也有價值 雖然說我們三年中文營機場沒有怎麼修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我那時候不曉得他們是真心這麼覺得 我以為他們是講大話你知道嗎 就是他們觀光客來到國父健館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說他們很喜歡台北 就是他們覺得有一種懷舊感 我就覺得你在說什麼 都已經看到101了你還要怎樣 但是他們真的覺得很懷舊欸 我現在看到去上海回來就覺得101好像有點 可是我覺得我們應該保有這份懷舊 是沒錯 對不對 我覺得就像上海你這麼新這麼新 你一直變一直變 可是就會讓你覺得它就是很時髦 對不對 可是你想逛的可能還是那種走街串巷的小店 對不對 以前可能還有新天地大家覺得是地標 現在新天地還在嗎 對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逛田子方了 以前十幾年前不是最紅的一個地方 最紅啊 什麼琉璃工坊在那開的期間 所以我又土了嗎 任何時候去我都是老土呢 對啊 對 那但是新天地我這次去的時候蠻意外的就是它才存貨的很好 但是因為店家已經完全換了一批品牌 完全不見了喔 對就是再有名的它都被淘汰掉了 所以我們其實這個也要告訴我們 你現在吃得到的東西 要趕快吃 趕快吃 那怎麼樣可以說我們如果年假有人就要止食喔 再過三天他們就要去上海過年了 你會覺得這一期他們應該帶著就是必去的是哪些地方 必去 如果你真的只有三天兩夜 而且你真的是第一次 四天三夜 然後如果真是第一次去的話 我覺得真的就是直接照著繁華的路線走 我覺得那真的是最經典對不對 南京西路啊 外灘啊 玉園啊 城隍廟啊 你講的都是老 近安區啊 近安區 這邊這一期近安區也有新舊交錯很多 而且地鐵都到的了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去城隍廟嘛 跟他們一起搶頭香嗎 我們已經在大甲搶了 我們還要到議員再搶一次嗎 對真的是如果你真的第一次去 然後你剛好也剛剛看完繁華的話 我覺得那真的是最經典的幾個經典 那為什麼這次做這個題目 因為我實在去了太多次 所以我就覺得那我要不斷發掘新的東西給大家 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對不對 像以前有一條路叫霞飛路 現在叫淮海中路 我覺得那條路很棒耶 其實很棒 到現在雖然淮海中路兩邊已經出現很多新的shopping mall 可是他那個法國武統 還是非常有氣氛 我就覺得還是要去老上海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再怎麼講說他們的小籠包抵不過我們頂太風 可是還是應該要去議員吃一下 因為只有在那邊你才會感受到比較庶民感 對不會那麼的你知道 不會覺得我們只有四個人要手牽手 外面的人好可怕喔 你就會覺得會不會他要想賺錢的感覺 他們確實是 你真的是如果跟當地的上海人聊天的話 真的是十句八句不離錢 金融 對不對 炒樓炒房炒股 對他們對政治真的沒有興趣 然後一直在告訴你說上海房價多少 租一間房子要多少錢啊 生活費 對生活費的問題 然後我現在那個一個人的開銷啊多少啊 我家裡請個打掃阿姨多少錢 每天都在跟我講這個 可是他們會把很奇怪喔 你也覺得他們沒什麼 可是他們還都會是請 他們很流行雇用 打掃阿姨 就是說過年 整個上海人都不知道要吃什麼 就是他們那些阿姨都回家過年了 但是店還是開的吧 如果過年去的話 有些店觀光區的 他們還吃的到一些上海味嗎 觀光區的地方還是會開的 那你這幾集吃了這麼多好料對不對 你覺得你比較喜歡的口味是什麼 最喜歡口味當然是湯包類的東西 上海真的去吃生煎包 然後還有個家家湯包 雖然說我們十幾年前雜誌已經介紹過一輪了 但是我這次每一次去我真的一定要吃 你講一下哪兩家 小楊生煎跟家家湯包 小楊生煎是到處都吃的到 對他現在已經連鎖了 我講到連鎖 通常你會覺得說他又開連鎖了 完了口味一定很難吃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有一家讓我很訝異就是小楊 他現在還沒死 他是唯一喔 你覺得他已經做到這麼大了 連鎖是全國對不對 他還可以還很好吃 對還是很好吃 而且方便你可以選各種口味 對而且我特別推薦大家秋天的時候去吃大閘蟹的細節 去吃蟹粉生煎 我覺得他們的價錢算是 你一個觀光客去算是很合理的 對因為可以吃到各種口味 有素的 有肉的什麼口味都有 而且他那個皮真的恰恰煎得脆脆的 而且即使你只有一個人兩個人去 你也不怕說我點不到很多 其實他就可以一種口味點一個 對一種口味點 他真的就是好在這裡 而且他皮真的沒有很厚 所以你真的還是可以還是推薦 還有一家是 家家湯包 對他就不是生煎的 對就是台灣看得到的那種小籠包 但是一樣就是蟹粉季節記得一定要吃 那芋圓的南翔還在嗎 還在 但是對 我後來都不在 你不要說我推薦 我是要告訴你說那個真的不能吃 可是去吃是為什麼 那是朝聖 吃他一個芋圓口味